为了实践太鲁阁族自治区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工作小组 正积极筹备成立相关事宜 经过工作小组会议之后 预计在12月25号要成立协会 逐步实现太鲁阁族自治区的理念 华人县秀伦香太鲁阁族列人协会 办理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 太鲁阁族自治人才赔利计划 第九次工作小组会议 并且在养菌牧场召开 并且针对月底筹备成立太鲁阁族自治协会进行讨论 我们太鲁阁族人从1982年开始 就推动了太鲁阁族证明运动 我们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 终于在2004年就成立了太鲁阁族证明 我们太鲁阁族证明之后 我们族人就开始积极地推动 希望能够成立太鲁阁族自治 我们成立太鲁阁族自治 希望说能够维护捍卫我们的民族的尊严 跟实践文化的平等 这个是推动自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目标 那我们在2005年成立了这个 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 一直到现在也发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在部落里面我们在做部落的一个宣导 宣导自治是什么 自治的目的 自治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都跟我们族人都有说明 在部落里面都有说明 那现在呢 经过长时间的部落 说明之后 族人已经临际共事 大家希望成立一个自治 自治的一个体制 我们现阶段希望的是先从太鲁阁国家公园 跟林田山森林林业文化园区 这个区块我们先自治 慢慢的着步推动整个民族的自治 这个案子我们也向族人临际共事之外 我们也向中央在总统府提案 也跟总统副总统报告这个案子 目前也有受到政府的一个重视 那我们的自治学会 即将在今年的年底会成立 我们希望有这个自治的组织之后 透过这个组织跟中央部会 做一个跨部会的协商 来实践真正的民族的自治 那在年底成立的时候 我们会邀请相关单位参与 我们族人非常期待 这个自治协会的成立 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太鲁阁主 走向自治 如果太鲁阁主向自治 这个将来会对于推动 整个提升南岛民族的文化的优势地位 以及台湾迈向国际将有很大的帮助 也有助于台湾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游戏的发展 迈向国际 这个是我们太鲁阁主人非常期待的 迪雷拉表示 2014年太鲁阁主证明之后 2025年开始进行宣讨 太鲁阁主自治区的理念 而这次也获得总统府原厂会和原委会大一的推动 以及协会在12月25号正式成立 来逐步实现太鲁阁主自治的政策 记得喜欢华士博老